3月19日是德云社张赫伦的生日 除了6队的队员 还请到了杨九郎张九南 颜鹤翔 杨鹤通前来助阵 演出效果非常火爆 在演出的过程中 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那就是张赫伦的裤子开了 虽然是一场舞台事故 但却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特别是杨九郎和张九南 都已经乐趴下了 虽然是舞台事故 但也成为了张赫伦 生日场上最珍贵的礼物 当然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 就像老郭说的那样 要是老听对的没意思 就得出现点错误 大家才觉得有意思 别闹啊 还闹了 虽然岳云鹏在成名之前 就是靠着主板书吃饭的 但踏着听见伴奏 就张不开嘴的毛病 却一直改不了 无论是小曲小调还是歌曲 原本还唱得好好的 只要一放伴奏就不会唱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伴奏人员 再怎么着小岳岳了呢 有一句话说得好 相声舞台会在传承 虽然刘晓婷 没有传承师傅的进步去拍子 但一唱就垮掉的样子 像极了师傅岳云鹏 看到师傅要刀人的表情 不知道下台 二哥会不会挨师傅的打 不愧是团灭师叔们的二哥 估计这也是要奔着团灭整个德云社区的 连师爷都不放过了 当然要说到舞台事故 肯定跑不了郭老师了 在陶阳三更还没唱完 老郭就着急唱四更了 瞧着月月欲试的四根手指 愣是让一旁笑弯腰的张云雷 给压下来了 强着开口的呆萌表情 也是惹得观众笑得合不拢嘴 当然要说最经典的舞台事故 那还得是德云社 风箱专场的那次口误 开箱大集给各位提前拜年了 一句口误成就了一张德云社神图 如此欢乐的舞台事故 也希望德云社的演员们 能够多来几次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